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早晨,来到4月18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斯王耀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是的,早晨,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看着外围跌完美 美债息回远回来 美股又再跌 纳指跌了超过1% 行资跌了83点 等下都会问Andy如何看最新的市况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键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演 市场暂时消化联储共额后减息 美债息回落 大中美贸易战有升温的迹象 加上ASML、业势欠佳 拖累NVIDIA等芯片股捱沽 美股星期三是先升后跌 道指高开之后曾经升超过200点 气候掉头向下曾经跌187点 西欧市报37753点 跌45点 标指跌大约0.5%至5022点 纳指跌超过1%至15683点 华联储局学皮书显示 美国经济活动力有扩张 物价升幅整体平均 但少数地区的厂商就说 通胀有上行风险 美汇指数一度回涂0.3% 欧元升大约0.5% 英镑曾经升0.4%左右 比特币一度跌穿6万美元的大关 而美国上周原有负存超预期 其有价格跌大约3% 在焦点美股 Tesla再跌1% 公司要求股东就行政总裁马斯克的 560亿美元申筹方案 在6月股东会进行投票 亚马逊和Marta也跌1% 苹果跌0.8% Google升0.7% 而芯片股售额 NVIDIA跌近4% AMD跌超过5% 物理俄联合航空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抽升1.7% 并且带动其他航空股做好 大约2.6% 和ADR的表现 麦阿里巴巴和美团 比港股跌近1% 阿里至算布67.36 百度跌0.7% 腾讯比本港收市低0.5% 至算布299.2% 网易和京东跌0.2% 至0.3% 而汇丰控股 ADR至算布62.61 比本港收市格升0.7% 而比亚迪跌1% 接着看看今早上的市况 美股方面 导致期货变动不算很大 37,991.1%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跌0.4%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7,780.1% 南韩股市升幅超过1% 而澳纽股市方面 澳洲市升0.4% 新西兰市跌了0.5% 再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在片远跌50几点 我们先和Andy 谈谈外围的市况 我们上周四之后 来到今周 多了些东西 在星期间打仗 再是联储局 鲍威尔又再放鹰 到现在目前为止 市场仍然在消化 联储局押后减息的预期 和中东局势的进展 究竟如何发展下去 看到美股都跌了几天 标市四年跌 到近两个月的低位 现在就开始进入业势期 陆续有多些大质的科技股市 就是Netflix 今晚美股收市后都公布了 接下来美股 就是关注最大的焦点 或关注点在哪里 以及美股要调整多久呢 首先就是说 如果说宏观上面的消息 其实那些就没有什么变化 无论局势是否紧张 甚至像上次那样都有提到大家 其实去到这些时候 大家就一定会比较紧张 是不是有 经营息率上面 通胀上面的消息 所以这些雜音 我们都算是预测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更新 但是你刚才问到的 如果这一刻 正如我们之前也说 每一段时间 如果是在这段调整的时候 有什么最着重的体质 那一定是业绩 因为这个是最看的基本面 其实我们现在 我听到有些人都很喜欢这句对白 就是说短线的调整 只不过是中线的整固 那就是说现在 可能叫做过去两个星期左右 叫做调整了不少 就是两三个星期 那叫做所谓的不少 其实就是5%都未够的 S&P500 那但是反过来 就是如果之前 就是过去几个月 大家就一直等着 有没有一些大小小的调整 1-2%调整不行 那现在去到4-5%又害怕了 会不会原来不止调4-5% 是的 但是我会这样说 暂时 你说有没有一些很结构性 令到原本的分析 或者分野有转变呢? 没有的 是的 所以这段时间看业绩是最重要 业绩里面 例如我相信 例如我们之前说的 什么建底回升 那四个字 盈利 无利 或者现金流 仍然都是 就是这三个方向 我相信仍然还是市场最重要的位置 如果你说分析个别的股票 是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底下 我觉得只要今次的业绩 不是交得太差 那我更加会继续 确立到现在是做短线的调整 是中线的整股这个看法 那至今暂时S&P500公布了53个股份 那现在出来的盈利增长 当然现在只是头十分之一 不算太多 大部分都是金融股为主 那就是8点几个百分比 那8点几个百分比 那8点几个百分比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暂时叫做 高个市场 预期成10个百分比 那所以 就是上次 上个星期都已经和大家说了 其实美股一向是 很有效地 你这个过程 由原本年初 大家在想减七次息 到现在慢慢说 是会变成随时 有一段时间都不减息 甚至又在存加息 其实同时市场是不断在反映 或者叫价格在消化 那所以其实 就是我会说 如果今次的业绩到最后公布了出来 又是比市场预期好 那其实就是希望 慢慢交出来是重要的 那正如你刚才也提到 今晚最重要是开始 Netflix去做业绩 是的 那因为通常都是 Netflix出现的业绩 大家就会对科技股 如果它交得不差 那些科技股 就会去 立刻 那些人可能先炒好 是的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你说 等着有什么吸纳的东西 那就是大家原本 之前就是一直等着 那些股份 现在就开始正式回 那正式回 你到时看是否可以吸纳 那S&P500 暂时我当着 之前说过联口位 大概4,900到5,000附近 那个联口位 仍然还是做第一个目标 好消息就是 只是这几天 突然间我市场气氛 气氛呢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星期 由乐观变成中性 甚至开始跌入悲观 那所以 臨近我们第一个短期调整的目标位 就已经开始跌入这个叫做 Fear 就是有点恐慌的情绪 是好消息来的 是的 暂时是这样看着先 那刚才Andy也提过 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焦点股 趁着业绩期 如果出到来的业绩都OK 那就回调就可以吸纳时机 其实我都已经开始见到 有些观众留言 问一些焦点股 待会都会帮大家问的 但是我就不如跟进 Andy之前提过一些 他的深水股 就是保险股 Progressive PGR 因为其实都公布了业绩 就是那个贵到营收利润增长 都超出预期了 见到业绩之后股价向好 那怎样部署好呢 其实这只股份 就应该 简单点来说 我会定义它为一些周期性的股份 会比较重一点 是的 就不像 未必说 这次大家在想 我一喜欢那些股票 要看几年 大家很喜欢那些科技股 要等几年 拿到27年 那些是逢低吸纳的 上次提到 如果Progressive 今次Touchwood出的业绩不行 那这个版法 可能它会弄开 但是很幸好 今次Progressive出的业绩 其实是交到数 逼到市场预期的 甚至 仍然仍然像过去几个季度 那样 由21年 因为他们的执行力够强 他们预先加价 甚至就是 其实去年开始 他们在广告上的成本 都开始减低 所以 今次出份业绩 除了跑赢市场预期之外 仍然还是行业里面的首选 当然你说现在这一刻 是不是很贵呢 其实就不算 因为整体用它这个行业 现在的平均 预测市场预期 都大概15倍多 那现在它都只不过18倍多 但是它是行业首选 所以我觉得 暂时OK 还有因为 暂时如果大家 一天都未觉得 通胀回落得很厉害 甚至现在有点摘取 大家都会对于 这些叫做车载保险 或者房屋的保险上面 始终对他们来说 有一点加持 所以 我这么说 如果 未有的朋友 我估计就 我会比较难 可能根本就不喜欢买保险股 但是 纯粹用这只股份去看 我也是拿着图去说 大概是202元做防守止蚀 现在在走少少一个 其实是升级的 这整年都是行升级的 所以其实它都是 每次都是逢低的 但是 如果 我觉得市场气氛 如果肯定定一点 我估计它比较大机会 可以破顶的 是的 我就算当 因为我们自己有持股份 就不会再加 那就是 如果你说现价 就算你追 就连接它 就会破212这些水平 所以你听得出 这些股份 波幅就不是很大 是的 但是最少 你当是一个 trend 就可以 你一对比其他金融股 你会发觉 这个感觉很不同 嗯 另外一定要跟进 另外一种 你的长期深水股 就是Tesla 这个波幅 近期都很大 市值已经跌穿了5000亿美元 如果再看之前 黄金期的高位 市值都蒸发了超过一半 当然近期大家关注 就是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 以及本身Tesla手柜的交付量 其实都真的差 多了